超清航机起飞 可从高空俯瞰蓝天白云 海岸线山川 竞兽眼底让人心旷神怡 而搭清航机对很多人来说 可是新鲜的体验 蛮特别的体验 到不一样的场景 跟我介绍比如说 那是小琉球啊 那是八五道楼什么之类的啊 是沿着海岸线走 然后觉得就是可以看看台湾的 真的很棒 这是屏东恒春机场 好几架的轻航机排列 由教练操控在游客出发 这场空中嘉年华活动 持续到八月中 一连三天由超轻航机体验打头阵 才预约至总共110位名额 费用一次2300元 活动一推出名额就秒杀 抢不到名额和轻航机拍照也不错 室内也有另类的体验 太高了太高了压下来压下来 戴上VR头盔体验飞行游戏也是超逼真 还有无人机的趣味表演 屏东的遥控无人机机场 那在这边可以有做定型的一个飞机展演跟表演 这场空中嘉年华是全台首次利用民用机场跑道 恒春机场停航将近八年 一度被称为蚊子馆 前年原本要安排菲律宾的民航机是飞 却碰上疫情 借由这一次嘉年华活动 要让恒春机场华丽转身 TVBS新闻叶凤达屏东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奥企档 的人 眼睛